ok 今天是5月31号是这个月最后一天呢开始讲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情况 今天这个该的这边还有13000多刀 ok 他这边有个有个3000多3000多刀 这个这个仓位看一下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慢 这个仓位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啊 我大概说一下吧 这个显示不出来 我这边有去卖50刀的audy去买了一点点 呃fl 呃 主要是我看到灰度去争持了fl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呃 所以我呃 需要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就买了一点点 然后呃 加到我日常去看的 一个名单里面 我及时可能会及时去关注这个 呃 主要是这个原因 就其他的是没有做操作 然后钱包里面这个有个2800将近3000刀 呃 然后其实是有800多刀的比特币是被卡在链上 卡在那个梅林的链上 目前还没到 呃 到时候再说吧 主要一个现在我能操作的仓位就是这样 然后需要去说一下有个pizza这个项目 这个是unset这个钱包 呃 去做的一个应该是brc20的一个 一个那个空头 呃 只要是在最近三个月以内去有过 嗯 明文或者符文相关的操作都会有这个这个空头 呃 大概 在滴宝号是100个 我看了一下 我有两个账号是有 呃 然后 大概是值个 现在算的话应该是800刀啊 不过即便他给我了空给我空头 然后我还是会觉得 这个项目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 这个故事有一点像梅林那个故事 就是一堆人催牛逼 催说这个项目牛逼 然后比较说怎么怎么样 以后会长长多少刀什么 呃 可以这种话就可以 我觉得可以稍微屏蔽一下 因为呃 brc20这个方向 毕竟奥地在 嗯 我觉得没有哪个项目能去取代他的位置 呃 这是很难的 嗯 可能会草一搏 但是我不希望呃 大家可能会被套住 这样是不是特别好 呃 你不用去也不用去场外去买什么4u啊 5u啊 3u啊 这样去买 你就等他上线之后 你再看剧的情况 因为这现在很多信息都不确定 呃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OK 今天就讲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才问你